大家好, 欢迎回来阿华厨房 今天阿华要和大家煮一个去湿汤 材料有瘦肉, 浸了水的陈皮 然后这里有一只沙角 沙角非常爽口 然后有两片姜, 红棕 花生浸了半个小时, 然后有微豆 然后去湿的关键就是 这里有少许的, 这里是伏苓 几粒就够了 我们开始将瘦肉出水 然后就切了一只沙角, 放进去煮 这个沙角的作用就是清芯润肺 有消暑的功效 这个很新鲜 我们慢慢把它剥掉 其实我们广东人喝汤 就非常讲究材料的配搭 这个沙角的口感非常爽口 小孩都很喜欢喝的 沙角其实有时我们可以用来炒 但是呢, 今天我就是示范了一个煲汤的做法 这样呢, 希望大家都试试煮给家人喝 那我就切了一块一块, 这样的尺寸之后呢 现在把它放进去, 就在煲到煲了 把它放进去 然后呢, 我们将这个陈皮浸了水 那些水都混在一起, 放进去 然后这个微豆, 红棗, 花生, 所有东西都放进去 那我们煲滚之后呢, 大火煲滚, 转小火 煲一个半钟就可以了 煲了一个半钟之后呢 那已经看到那些汤很浓了 哇, 是奶白色的 那我们加上少少盐呢 就可以喝得了 哇, 非常之浓郁的汤汁了 这个肉呢, 已经是煲到水上了 看到那些沙角已经是透明的颜色了 好了, 好香啊 啊, 为了你家人的健康 就记得多些煲汤水给你喝啦 那如果你喜欢这个汤泡的话 就记得点赞和订阅阿华的频道 多谢啦